趙天柯市長說他從來沒有出過包紅磅、放紅磅三 蔣萬安早上也說他說最少聽搞的是柯國國市長 所以前幾天的新聞都是一場誤會 所以我覺得講得很清楚的人反而說又不敢負責 那如果大家還是允許這樣赤裸裸的政治分章 那現在又要改口 我想問過蔣萬安先生很多次 你到底從不同意這樣的政治分章 看起來他是用平常性來看這些分章的 昨天柯市長說他的個人特質太強 支持度很難轉移給你 然後很多事還是要你自己走一趟這樣 他的政績就是最好的保險 我覺得大家不用每次都用劍縫插針吧 候選人本來就是我 我本來就要靠自己的努力 不要變成每一天都用這種政治的方式去做一些分化 我覺得沒有必要 台北市民是很有機會的 你之後會怎麼來處理市府內的柯友友 還有說您認不認同柯文哲跟財團之間的關係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先去查一下 國營事業裡面有多少的董監事是民進黨黨籍的 相關的董監事這都是經過相關的專業 李文中董事長進到捷運公司已經三年 他們說什麼虧損五十六億 各位這五十六億的虧損是這三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運量下降 而且我們全部的減租 他們的意思是說不希望捷運公司減租 我們是希望他的調票這樣子 如果他們是希望調票一下就大聲的說出來 我不要去怪罪董事長 董事長有做什麼錯的事情 請他們拿出來具體的舉證去提告 我不要用這樣隱色的方式 因為陳時中他們這裡講說 柯文哲他其實是跟中國的關係很友好 不知道黃布這邊如果之後上任的話 會不會也是延續這樣子的關係 柯文哲的關係跟中國的關係 應該沒有國民黨來的友好吧 應該去問國民黨吧 陳時中昨天有Polipian 也找了一些對疫苗過敏的民眾 來幫他這個高端背書 而且這些過敏者還很難 你覺得說是他們害群的背貌 我覺得這就是 那他有沒有找一些高端 要打七七人來背書呢 我覺得還是回到一點 當時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大家搶疫苗的時候 那陳時中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說高宏安的助理李中庭 他一次就是公費助理的薪水 然後迴捐給民眾黨六十萬 那被說是黨庫通庫那一庫 民眾黨的事情我不太清楚 他們可能有黨內的作業 但是如果他的確是有提供 所謂助理的工作有實質的服務 那他也有捐款的權利 你後來有跟他聯絡嗎 那有人說一些什麼 我們因為都在選舉 大家都很忙 我們都會彼此加油打氣 我覺得大家就是選舉 的確會有這些所謂的髒水 那公理自在人心 有證據就拿出來 有違法就提告 不用這樣每天用潑髒水的 每一天提告 而且對於高宏安委員 他個人的 不管是他從小到大 還有現在用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已經是一個 幾乎人格毀滅式的摧毀 國家機器需要用到這種程度 副蔡總統八天內五步幫 陳時中來站台 而且他們是積極來搶攻 深藍的選區 那會不會覺得擔心 自己在深藍選區的這個票員 被分開就是 有沒有辦法拿到 你覺得 陳時中拿得到深藍的票員嗎 呵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邏輯是什麼 謝謝 麻辣 謝謝 麻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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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 感谢观看